大家好,我是千锋,郝成全,大数据讲师,大喊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一下Vloom的另外一个Sync 叫做什么,叫做Aerosync 那么有了这个Aerosync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复杂的数据模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Aerosync主要用于这个Vloom之间 相互连接,组成这种换联的啊 或者是做这种汇集节点的 也就是说它连接从一个Vloom到另外一个Vloom 我们基本上是使用了什么 使用了这种Aerosync对接Aerosource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具体学一下它怎么样去配置 然后再利用这什么,利用这个Aerosync和Aerosource 构建出一个极连的这样一个数据模型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Aerosync是什么 是如何配置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Aerosync Aerosync这里面很显然啊很显然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type需要Aeros的,然后需要绑定一个什么 绑定一个主机名,然后再绑定一个什么 绑定一个端口号 那这几点是必须要配置的对吧 那然后 那我们语言呢 这个有Sync对吧 那有Sync你必然上面就有Channel 有Source吧 对吧 那所以说我们来假设它 我们的这个Source呢 就定义为什么 定义ESECSource 我们之前说过 那对于ESECS这种Source呢 多用于什么 多用于监控一个文件对吧 然后做这种实时的数据的处理 嗯 然后 Channel呢 我们依旧选择什么 选择这个MemoryChannel 选择MemoryChannel 那好 那这样我们第一集 也说从Source 从ESECSource 然后到什么 到MemoryChannel 到AeroSync 那这个Sync 实际上要是将数据发送到了一个 一台机器的 某一台机器的一个端口之上 对吧 那就有什么 就有人来接收 那有人来接收呢 那我们这里面选择什么 选用这个AeroSource呢 来进行接收 然后呢 连接另外一个Floom 那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配置 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就要什么 就需要有两台机器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实际上 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 这台机器呢 我要配置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ESEC的Source 加上一个MemoryChannel 加上一个什么 AeroSync 这样一个文件 对吧 那我这一台 AeroSync 那这里面那这台机器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Aero的一个Source 到一个什么 到一个Log的一个Sync 那这样两台机器配合去使用啊 那首先呢 我打开一个什么 也去编辑一个文件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温道 首先呢 我们编辑一个文件 对吧 编辑第一个文件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 选用什么 选用这种ESEC的Source 去监控一个什么 去监控一个文件 对吧 监控一个文件 那这里面 我将这个什么 将这个就考虑过来了 那这里面就不再去赘述了啊 这个已经说过好多遍了啊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注意一点 将这个消息发在哪里啊 迷你二上呢 四个六这个端口吧 对吧 那注意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问题 这个端口 不要什么 不要冲突 那然后这里面第一台机器 这个准备好了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准备第二台机器 那第二台机器啊 我们也来 将这个文件编辑一下 首先编辑单一个文件 编辑单一个文件 然后呢 添加这些内容 将这些内容添加进来 那首先这里面 是要描述这些 对吧 然后这里面一定要记住 它是什么 它的sauce是Irosauce 然后它 监听的端口 它从哪里边去拿销下 这个迷你二的四个六端口 对吧 然后sync到什么 sync到log了 log发解 这个 已经完成了 对吧 那也完成了之后 对吧 那我们首先这两台 对吧 这两个先去到哪里啊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先把迷你二启动起来 为啥 因为你这面是不是要先什么 先去接收啊 对吧 先去接收啊 一旦你这边先把迷你一启动起来 对吧 迷你还没有启动 那你数据数据造成丢失了 对吧 那所以说那这一端 我们要先启动什么 先启动 先启动 嗯 那是我们的启动命令 对吧 那看的这个什么 connect 啊 然后什么 连接好了 对吧 然后ce启动了 然后什么 这个 r1 启动成功了 对吧 那ok ok 那这个启动完成了之后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要在mini上去启动什么 mini去启动起来 对吧 mini启动起来 那启动起来这边 进行什么 这边会接收到数据 对吧 很明显 很明显 这边什么 是不是已经什么 接收到数据了 对吧 那 如果是我们在 啊 再往这个文件里边 其他一些 数据对吧 在哪里边啊 是这个 是这个 vang下的什么 log下的这个 n几个字 sys log 对吧 我们在讲的最佳页数据 那很明显这边什么 是不是数据在不断的写入啊 对吧 所以说 那这个 是我们配置的几个佛罗蒙 两个吧 对吧 也就是说第一代佛罗蒙 采集的数据交给了第二代佛罗蒙 然后在第二代佛罗蒙 解除 对吧 那这就是什么 基连 也就是说 我们 EverSource EverSync 用的场景就是在这里啊 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任何一个软件框架也好 它当中的某一些技术点 它都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应用场景 它都会解决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好 那关于这个EverSync呢 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